近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首次对江西吉安太和县白口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 白口城遗址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是江西省内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汉代俊级城址之一 曾是江西西汉十八县的奴隶县县制所在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据了解,白口城遗址位于太和县唐州镇周头村 它北陵干江,西围干江谷渡,南面是丘陵沃野,水路通渠 自古为兵家必争治地 对白口城进行考古发掘和有效的保护 能够系统地产世其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 将对中国地方城市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这次开始的考古工作将以科学化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来对白口城进行工作 在五年之内我们至少要做上千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发掘面积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的对白口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 白口城是紧靠着干肩 又是一个传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从我们学科的角度 它可以通过考古发掘之后 把它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据介绍江西省文物保护部门分别于2001年和2004年进行过两次小范围考古勘探 初步判定白口城城纸面积达25万平方米 分为内外城 外城全长1941米 内城平面城方形 全长861米 面积4.3万平方米 城外有护城河由南向北流入干江 在对城纸进行初步发掘后 出土了文物700多件 其中有多种陶片 花纹砖 陶顶等 白口城遗址的南面和西面还发现了天子堆等西汉古墓群 董心灵表示此次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明确了学术目标 将初步解开白口城城纸内外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原来那个两次小规模的视觉呢 因为都是在做一些了解性的发掘 没有很明确的学术目标 那么我们这次呢 开始联合组队之后 我们首先明确我们的学术目标 就是要搞清白口城的形质布局 它的始建年代 它的性质和历史严格 这几个方面是城市考古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研究的目标 那么我想呢 通过我们这个五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大概可以初步了解到白口城城址的内外城之间的关系 始建年代 它的废弃年代 到底是一样什么样性质的 这样的一个城址 我想这是至关重要的 可能这是我们跟以往工作的这个差异